5月拍案惊奇 5月拍案惊奇 请听恐怖小说 向爱宝良老师致敬 我太喜欢他了 我从小听爱宝良老师 讲的各种鬼故事长大的 就是没有那些音响 大家好 欢迎收听这期的黑纸公园 我是艾文 我是金花金院长 清明世界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驾何处在 沐通妖指姓花村 咱们今天这期是要讲酒吗 还是讲恐怖的吧 都准备的是恐怖的 今天咱们跟大家推荐 算是恐怖惊悚类的电视剧 是吧 可以这么算吧 美国恐怖故事 你肯定得化为恐怖故事了 有的翻译还叫美国怪谈 我觉得美国怪谈是挺好的 一翻译 美国怪谈可能会更合适一点吧 American Horror Story 这部剧其实已经拍了5G了 对 对吧 对5G都演完了 马上要拍第6集 其实这部剧刚开始推出来的时候 我对它兴趣不大 名字翻译过来特别直白 美国恐怖故事 你觉得美国的恐怖故事 能下到谁啊 是吧 无非就是Jason那样是吧 要不就是都是一些很血腥的东西 就是可能这是咱们习惯性的 对他一种惯性的 就是那种什么你上次说的偏见 是吧 对对对 其实有点 其实有点 其实美国恐怖故事 也分好几 也分很多类型 也分很多类型 常规一般认为类型是那种 就是什么雪江大凶这种 然后滋滑叫混 这也是一种偏见吧 但是美国确实 对美国有各种类型的 还是挺多的 那你认为就是说 美国怪谈这部剧 跟以往那些 咱们看过那些恐怖电影 有什么区别吗 其实最逗的是 这个片不太吓人 对对对 它虽然叫美国恐怖故事 或者叫美国怪谈什么的 但实际上 在吓人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这种 唇吓唬你的这个地方 做的并不是特别的深入 但是对于怪谈 这边我觉得怪谈名字翻译好 怪谈上边做的是比较深的 怪谈好 一下就有点 跟咱们中国的文化比较接近 有点像奇闻异事的这种感觉 有点有点一种感觉 奇闻异事 江湖传说 是吧 都市传说 对对 有点有点一种感觉 所以 而且它就是到里边去挖掘的人性 一些深度还是比较深的 所以它并不像我们想象的 美国传统意义上的这种恐怖片 就是泼血 或者能很吓唬人的脸 或者突然吓唬人叫一下 就这些东西在里边并不是说的 主要的地方 就说并不是这些 而是这种去用剧情去推动 人物的这种塑造 然后这个 包括这里边很多 我觉得另一个更深层次的恐惧的东西 其实会给你传递出来 你刚才说这种人物塑造 那这部剧 跟咱们以往看过的美国的一些恐怖电影 不太一样 就是这部剧 它的阵容是非常豪华的 有很多都是拿过奥斯卡奖 拿过金球奖的影后 老艺术家来参演这部剧 而且一演演后一季 像这部剧里边吧 像有这个美国的老的标准艺术家 对对对 是吧 杰西卡丽 那都是那个 也都60多岁了 其实也不缺钱 也讲都拿了无数个 但打不头到时候 我一定要演一个 我一定要过来演一个角色 像那个 像在第四季 机型秀 第三季 其实就出现的那个 大胖老奶奶 那个凯西贝 她是参演过 就是小李的那个 泰坦尼克号就有她 也是拿过奥斯卡奖金球奖 双料影后 美国实力派的老演员 对 她就是当时就说 在演第三季 就是说 哇 这剧这么好 我一定要给我一个角色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 就对于观众来讲 有时候会觉得 这些老艺术家参加 可能也并不能代表 这个 因为老艺术家 他的想法有时候会奇怪 但是实际上 我觉得第五季 会更有意思的是 这种新兴人类的加入 这个Lady Gaga 开始主演还是 对 而且Lady Gaga 现在声称第六季 她也会来主演 新兴的这种明星 这些什么的 90号 小年轻喜欢的 都来 都来去 包括那个 我演过那个 美国恐怖 是来一为荣 包括那个新兴的特火 那个 朱利亚罗伯茨的 那个侄女吧 应该是叫 对 她不也 也是 已经在里边有了 就是那个 里边 那个女巫那一季里边 那个 比较漂亮 那个时尚的小姑娘 就她是这个 朱利亚罗伯茨的 这个侄女 就是现在她在那个 美国也非常的火 就是大家都 都要来演这个 就是给美国人 自己看的 当然像美国 怪谈这个片 其实我觉得 中国人还挺好 接受的 也不一定 就是说 可能有一部人 能接受 她里边一些文化 因为她里边 这部剧 她讲了很多 关于人权 宗教的内容 对于咱们的一些观众 她可能不是很能理解 这个片不太一样 她不是拍了5G了吗 要拍到第6G 她不太跟别的电视剧 不太一样的 是她每季 是一个单独的故事 她每季就十几集 是一个单独的故事 不过 有一种 就是我看网上也说 就是说 如果你想看这个片 如果你从来不看 美国的东西 或者说 你对于美国恐怖 不太了解 建议你先从第三季 开始看 就是女巫集会 然后那一季会 比较容易理解 而且也不吓人 看着跟偶像片似的 但是质量最高的一般 平时第二季 对 咱们先 第二季也是 争议最大的一季 第二季跟第四季 都是争议特别大的 这两季是 现在基本认可 是最强的两季 咱们先大概讲一下 这几季讲的 都是什么事 先跟大家先 简单插入一下 可能挺多听众 也没看过这个 它每一季讲一个故事 而这个故事 它很有意思 它不是以一个故事主线来讲 而是以一个恐怖元素来讲 就是发生在一个恐怖元素之下 它可能有时候会跨越两个历史时间点 有时候会说跨越比较大的区域 它每一季会找一个元素 第一季找的元素是鬼屋 就是这种凶宅 其实这个是国内国外 我觉得都会有说法 这种凶宅闹鬼等等 第一季是讲凶宅 是在一个大房子里边会闹鬼 第二季是 第二季讲的是精神病院 风人院 讲的是精神病院里的故事 其实精神病院 也会让大家觉得 其实挺恐惧的 你都不知道进去之后会什么样 这个是挺让人害怕的 然后第三季 其实讲的就不太恐怖了 叫女巫集会 讲的有点感觉 我看的时候 我觉得已经有点像 那个X战警了 一堆会超能力的人 互相发达招什么的 对对 其实 但是真的 这季是比较容易让人接受的 就是让 不太喜欢看 看这种美国恐怖故事的人 想去看的话 这集很 对对对 因为它讲的是一堆小女巫的故事 而且人真的都挺漂亮 那几个小姑娘 然后第四季讲的是 激情秀 就是这个 国外会 以前很流行那种马戏团的故事 这季 我觉得也挺好看 比如什么双头的女人 龙虾手的这种男人 什么那种 都 然后 对是这样 第五 我其实黄迅说 就现在 又没法再看这一季 就是不太舒服 不要不要看 不要看 然后第五季是旅馆 据说旅馆这个事 还挺有名的 旅馆这个事是有争 其实每一个故事 都有原型的 旅馆这个故事 是前几年 不是记得 美国闹过吗 一个好像中国的刘维生 还是一个华裔的 什么一个女的 在一个大楼里边 就在电梯里边抽风 然后后来 最后在一个水箱里被发现 完了还跑到楼顶 钻进水箱 完了 也不知道怎么 把自己反躲在水箱里 淹死 说整个这个 这个这个点 就是这个旅馆 这个点 就是以这个大楼 说如果大家可以去百度查 就这个 人发生这个惨案的 这个大楼 不止这一个女孩 发生过惨案 在历史上发生过若干起 就是很匪夷所思的惨案 这个是真的事 就是他们是以这个大楼 为原型 写的这个第五季 然后据说现在马上要演 第六季 是叫这个戏长鬼 是这种欧美 比较流行的一种 就是长得特别高的 一种鬼影 就是他每一季 会有这么一个主题 然后就这一个主题 里边的人物 就是有很多人物 然后去来这个 讲述这么一个 在这么一个主题下的故事 你发现了吗 这个这几季 这五季的内容 它其实都有点像 反映美国当地的这种文化 可能是当地文化的一些 捕风捉影的事情 是吧 这个 你看女巫文化 他们肯一提起来都知道 就跟咱这半仙的这种东西 是吧 包括你刚才说的 旅馆的这种闹鬼的文化 其实他们那边是 其实国外的旅馆文化 也是挺丰富的 对 激情秀那个是最明显的 就是这个就是欧美 会有这种东西 中国是很少兼有这种 所谓的激情秀 真有这激情秀是吧 国外是有的 一直是有的 也是有马戏团 是吧 这种形式是一直存在的 就其实这些疾病 在国内也有 其实咱们要详细聊 那个走进科学里 还是介绍过一些正经事的 科学里介绍过 那种龙虾手 什么这种病人 在中国也是有的 当然在中国一般 没有这种激情秀的 但是激情秀是 其实是挺残忍的 就是很不人道的 其实在中国这方面还好 没有 那美国的这种激情秀 它是不是也是成长在 就是那段时期 现在不会有了 现在不会有了 可以通过医学手段 就可以给他们进行治疗 其实有些病 是根本治不了的 但是 但是怎么说呢 他们其实就会找到 其他的出路 但是有些人 还是从事演绎的 其实挺重要的 就是激情秀里边 这些人大部分的 有好几个的激情是真的 就不是电脑特效做的 那个人真的就是激情 到这种程度了 比如有一个女的 没有下半身 这个人真的就没下半身 而且这个人好像是 去年还是那年就死了 这个人真死了 包括他那几个小脑症患者 就真的是小脑症 那个印度的秀珍娃娃 秀珍娃娃那个也是真的 那个也是真的 那个也是真的 除了几个主演不是 除了几个主演 那个龙虾手是做的 双头女是做的 剩下的其实很多的 那个 就是他那里边激情的人 真的是这个 那他们也算是 美国这种特性演员了 其实这类特性演员里 这么说的话 那小恶魔都不算什么了 其实那里最有名的是 小恶魔 就是激情这些演员里 诸如嘛 就是最厉害的 那个小恶魔演过 X战警呢 演过X战警 那个前传第二集里边的 一个那个博士 对 你要说X战警 好像这个 美国恐怖事里边 他们应该算是 男一号吧 连着演了好几季 男一号 他也演过X战警 对对对 快银 就是那个 他演那个X战警里 那个快银 太帅了 这小伙子 这真有点 小李当年的那种 金发的那种 咱其实刚才说这么多了 其实如果听众看过这个剧的话 可能跟咱们会有些共鸣 但如果他还没看过 听众刚才说这么多 好像也是云里雾绕的 就是如果你就是你本身对于美国的文化 不是特别强的了解 比如对于人权 对于他的历史 稍微理解的弱一点 以及对于这种恐怖的美国恐怖方式 不太接受的话 但是你有想看这个片 我推荐你先看第三季 就是女巫季 因为他你可以跳着看 因为这每一季都是不挨着的 这一季里边讲的是 有一个小姑娘 就咱们大概介绍一下 用最快的方式 就是有一个小姑娘 她发现她跟一个男孩 这个出业的时候 发现就对方死掉了 就是她后来发现自己 这个身体里边 有这个就是诅咒 就是跟谁谁叫谁就会挂 然后她后来就是被家里边 就是通知 就是她当场 七条流血 当场怪 然后就被家里边告知 就是她是女巫的后代 所以她要去一个学校里边 去学习怎么当女巫 然后在里边呢 遇到了一个 一个会瞬间一悟的女巫 对吧 那个特别漂亮的那小姑娘 然后那个有一个会那个肉污毒 就是那个 自己扎自己 完了对方就逃 对对对 其实这种南美的巫术 这是一个黑人眼的 然后呢 还遇到了一个这个 能够溃探人心灵的 那那个人 有点那个国际脸的那个状态 但是特别 就是你看着她好像很傻 但偏着眼 看着她很好死很傻 实际心思特别缜密 而且可以溃探对方心灵 那他们在一个大宅里边去学怎么当女巫 然后同时呢 又有这个专门抓女巫的这些女巫猎人 然后再有他们跟这个 跟一个这个 他们这个属于西方女巫教派嘛 他们还会跟这个黑人的这种巫毒教派 去去发生争斗 然后你看着真的有点X战警的感觉 所以还 而且主要人特别养眼 就这一剧里边人简直太养眼了 所以看着会比较有意思 如果你是一个对恐怖元素抵抗力很低的人 你可以看看这个 她也不瞎人 对 但是如果你说看两剧之后 说这一点都不像是 American Horror Story 跟名字完全是搭不上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看看第一剧 就是她好像是指 就是如果你在这屋里死了 你的鬼魂就会被困住出不来 大概这么意思 但是其实这里边提到的 包括包括后几剧里边都会有 其实女巫那剧比较特出 所以单拿出来 其实剩下几剧里边有些东西是贯穿的 就是性 就是她对于性 对吧 就那里边那女仆不是很性感吗 她对这种性跟恐怖的元素的运用 实际上是挺欧美范的 每个人觉得意见不一样 就是我对这件事的理解是这样 就是其实 这个恐怖故事 我觉得有点像游戏里的激净灵 这个美国恐怖故事 这个电视连续有点像游戏里边的激净灵的感觉 对 其实咱们一直说找陆主任聊激净灵的 这个到现在这个人找不到 找不到 找不到 这个你就是激净灵里边其实最恐怖的不就是那个护士吗 脸是这种特别吓人的这种无脸怪 然后但身上特别性感 穿着高跟鞋 白色丝袜 护士装 然后这种那什么小短裙 对吧 其实它就会让你产生一种情感上的扭曲 你明白吗 就是你对于他的身体是极度的喜欢 但你又对他觉得他很恐惧 他的这种 让你的心灵扭曲 你对一个事物无法用一个正确的态度去看 用这种心理的这种手法 其实让你会别扭 你能明白吗 他会让你别扭 包括像这个 五宅 就是这个鬼宅里的这个女婆的很性感 但是 对 他又是危险的 对吧 他好像是勾引谁 对方看 他就是一个那个少女形象 王乐 让第三个人看到 就是属于老太太 对啊 就是 你明白这种感觉吗 就是 他基于美好与极度的丑恶跟邪恶 这种邪恶是在一起的 让你对这个事物无法去辨别 你在看的时候你特别恍惚 对 观众都特别恍惚 他就是用这种扭曲的方法 让你觉得 你 我觉得这个词在国内可能没有 咱们就姑且用恐惧来 恐怖来说 但他真的跟那种 土壤 出了一东西吓唬你 这种恐惧不一样 但是你心里也很不舒服 其实也说下来 就那些恐怖游戏 我真正最后玩不下去 受到心灵创伤的就是寂静灵 你也玩不下去啊 对 玩到有一大大后头 我也玩不下去了 就不是因为出了 妖怪吓唬你 或者也不是因为打不过 就是你越玩 你觉得你自己越扭曲 越玩 你觉得自己越扭曲 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第二季吧 第二季 对啊 因为我觉得咱们找一季去聊会更那什么 我想这样 咱们就主要可以聊聊第二季跟第四季 这两季 聊聊第二季 第二季挺精彩的 第二季是非常精彩的 就是 其实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是什么呀 一般我们对于一个恐怖片的概念 或者一个电影的概念 它就一个主题 比如外星人 就是外星人主题 跟艾克斯档案上的外星人主题 或者说你如果是这种闹鬼的 那就是闹鬼主题 对吧 艾克斯档案是 它闹鬼的也有 艾克斯档案也有 但它每一集都是单独的 它不会揉到一块 这个 美国恐怖故事 尤其第二季会挺神的是 它把所有你能想到的这些元素 全都给扔到妇人院里了 它其中包括了宗教性的恐怖 就是它那个修道院 是一个由主教 这个修女 他们去一块来建立的 这么一个精神病院 然后呢 这里边主教不会天天去 但是有一个修女的头 会负责这个 整个精神病院的运营 其实这个 就是它里边有很多 关于宗教方面的恐怖的东西 比如它底下有一个小修女 后来被恶魔附身 这是不是跟激情人也挺像的 都是宗教下的 实际上 这个题材 说实话 国人不太好接受 因为咱们确实没有那种宗教的东西 你比如说 他们国外屏最恐怖的镜头 是驱魔人里边一个小孩 拿十字架 然后处自己 处自己瞎体什么的 这种亵渎神灵什么的 就是说很多人当场会被吓晕什么的 咱们看 这就是什么的 对吧 因为咱们可能对这种十字架 对于这种东西的信仰是没有 所以你不会有这种恐惧感 这个是它其中一条 就是它有宗教性的恐怖 然后第二 它这里边有一个医生 这个医生是纳粹 对吧 这医生是一个纳粹 他讲的这个故事是大概在60年代 对吧 六七十年代 纳粹 然后从德国逃到美国来了 纳粹已经解散了 然后他还继续的在从事纳粹的这种生化活动 对 就像这种非常恐怖的这种人体改造 造僵尸 这里边还有僵尸的恐 就是恐怖元素在里边 他在后院里养了一堆僵尸 然后过来吃肉 然后那个小修女过去送神的时候 都特别害怕 就这里边有这个 然后呢 他这个主角吧 算是 其实算你现在也不好说是女一号 还是是女二号 就是这个 因为有时候把这个修女的 这个修女头当成女一号 也有时候把这个另外一个 女精神病人当成女一号的 就这女精神病人其实是一个什么剧情呢 她是一个同性恋 对吧 她是一个记者 对 她本身是一个记者 她想去揭露这个精神病院里边的这种事 她是一个正常人 她本身想揭露精神病院里的这些 不人性啊 这些没有人权的这些事情 结果呢 她最后被揭穿 她是同性恋 在那个年代 同性恋会导致很多很多问题 然后她的那个女朋友是个老师 我记得如果同性恋这件事被暴露 这个老师就没法去上课了 所以最后这个 她这女伴给她出卖了 然后把她定义为精神病 就是一个正常人被强行关进了精神病院 其实这件事有点恐怖的在哪 就是你们想没想过 有一天我们如果被关进精神病院 你用什么方法证明你不是精神病 老实点 老实点给你吃药啊 就是因为她里边就这些剧情都有 就是她老实就给她吃药 点击她什么这些行为 那这样的话你就很容易 你就精神会受到伤害 其实进精神病院本身 我觉得就是一个相对挺恐怖的事情 对吧 就是 就因为很多人我觉得不去想 就是精神病院有什么恐怖的 但你真想象一个正常人 如果被误诊进了精神病院 这件事真的挺吓人的 你无法用任何手段证明你是正常的 你说你是正常的 精神病院里每个人都说自己是正常的 因为这里边最后那个修女 就是这个管精神病院的这个修女 最终也被关进精神病院了 其实这俩人都是正常的 他们就得想办法证明自己是正常 但你又无法去证明 就这件事还真的挺吓人的 然后再有一个更逗 可是这里边那个算是男一号吧 就是那个养快银那个小伙子 他那个剧情简直是令我真是没想到 能给塞到这里边的外星人 我觉得他在这剧里边就是最接近神的人了 他们一家子就跟他有关影 他就是死了又活的 外星人扎走了一会儿又给救活了 怎么着 然后那个回来还怀了孕 那这种他俩媳妇最后弄俩媳妇嘛 他里边有外星人恐怖 就外星人劫持 他这个剧情是他媳妇是个黑人 对吧 他媳妇算是一个浑血黑人 然后一直受到种族歧视等等这些原因 结果有一天他媳妇被外星人抓走了 然后警察就找到他来了 然后他就说我媳妇被外星人抓走了 就精神病吗 关键精神病院呗 就肯定是这样 然后他在这里边 他也是个正常人其实 但是他就是因为他媳妇被外星人抓走了 他也没法去证实这件事 反正到最后的时候 这里边真出现外星人了 一到白光外星人真的就出现了 就有这种外星人的这种恐怖剧情在里头 咱们不是外星人打仗 就是用外星人劫持 还有那个 我看有一些影评也是说 就是说外星人出现在这个剧里之后 就是把很多纳粹医生 在进行一些科学研究 就是一个讽刺 就是你人类还在进行这种可笑的实验 还在进行这种可笑研究 包括这个剧里 他们还在信奉的这种宗教 就是都觉得特别可笑 说你们其实都是外星人造的 他里边还有死神 就真的有一神仙 我那时候看的时候 特别想看这死神 是不是还在跟外星人联在聊 我有点想看这个 这死神是管不管外星人 是不是跟外星人打起来什么的 没有 他就是说 他除了这种传统的 这基督教的这种宗教 他里边还有这种传统的神话 里边的死神的形象 是一个具象的死神 他说过来亲谁谁死 对 就你会发现他把所有的这些东西 非无常买无常 他们也来了 你也给你带走 然后他包括还有一些畸形人 就比如小脑症这种 对吧 里边有这种就是畸形人 一小部分 你会感觉他把 对 最关键他还有一个连环杀手 对 他有一个连环杀手 一个变态连环杀手 专门杀女的 然后把这个脸给贴在自己脸上 对吧 对 那也是他美国的一个真实案件 对 这个是真实案件 好像是叫血脸吧 还是叫血脸杀手 血脸杀手 就是这美国真实的一个案件 他会把这些所有的元素都融到一块 其实每一个点都会很好看 而且他有都交织在一块 有时候我会觉得 我真觉得这导演很厉害 有时候导演或者编剧本很厉害 我觉得弄三个元素 你往一块揉都不好揉 他这个把这么多恐怖元素 全都揉在一块 你看着就顺利成长 特别的正常 而且里边在什么对于同性恋 黑人歧视的这个问题探讨上 其实也还挺深入 包括这种人性本身 比如很多细节作 比如那个修女 整天看着很刻板 对吧 就看着很刻板 特别正义 觉得是一个老传统 但实际上 他会去穿什么红色的这种水衣 然后他之前实际上是个 他其实也是戴着原罪了 他是撞死 撞死过人 他以前是一个歌手 一个歌手 完了也是吸毒 酗酒 这种事 是一次偶然 是撞死还是没撞死 他以为撞死了 他后来就去当修女 去圆这个罪 但是所以他表现的很刻板等等 他这故事是除了讲60年代 还会回到现代 还会回到现代 这个血脸杀手 最后是把这个女主角之一的这个记者 就这个同性恋记者给强奸了 然后他就怀孕了 然后他不想生下这个孩子 拿这个衣服勾 然后处进去 要把这个孩子给处死 对吗 其实挺吓人的 看着 这看着挺疼的 然后最后还没处死 然后这孩子又愣活了 然后他这个是有一个时空交替的事 同时还演了现代的事 对吧 就这个孩子长大了之后 也是一个杀手 然后他要去 就是因为他从小缺少母爱 而且就是他妈妈要杀他 他妈妈还给他扔了吗 最后 而且他还有 这个他是这儿子 还有点就是宿命 宿命论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爸以前是一学乡杀手 我体内有他的基因 我要继承他 他就是去也去杀人 然后最后要杀他妈什么的 最后他妈还挺狠 最后给他给杀了好像 其实你会发现这里边的元素特别之多 我是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片子里边 把这种元素全都给用上 而且 是 而且他这编剧是真敢编 因为这片子本身就是在美国国内上映 就是他没什么限制 他只要设定了我这是一什么级别的 级别了 这个倒是大也是 就在一个这种宗教国家里 他就对于宗教的这个是丑化的 最后主教自杀了 最后就是主教也干了很多特别坏的事 然后修女们也都是就是恬不支持 他那个主教好像同性恋 好像是吧 好像我记不清了 大部分都不是好结果 最后就是团死了 比如那个小修女 她本身是个好人 就特别恶魔附体 然后最后也是被 最后也是被推到楼下边摔死了 然后那个记者算是善终 最后从精神病院里出来之后写了 披露了精神病院的多丑恶等等 我看有的网友也是分析说 精神病院这些所有事都是通过他来告知识外界 他说 其实有可能就是拍好的东西被他篡改了 他因为就一直想要搞个大新闻 对其实我们这个节目也是这样 这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戏 我们就是现在在胡编 所以说的你就觉得 咱们可能有这么多内容存在一块 都是我们胡编 也不能这么看了 我觉得从这个戏来讲 还是相信这个东西 不是说真的存在 就不是说这个女的唇这么胡编出来的 这个女的算是 还算是善终 就是她最后成名了 但是实际上 她被自己的女朋友出卖 然后又被别人强奸 然后最后亲手把自己孩子给杀了 也是挺悲剧的 其实也是挺悲剧的 那个真是没一个好结果 那个快银那个男的最后写的是消失了 就是他一直相信外星人要带他走 对吧 最后发现他得癌症之后 外星人真给他带走了 然后再也没回来 我觉得他那是最坚决神的人 最惨的是他那俩媳妇 就是这块给讲一下 本身他有一个黑人媳妇被外星人抓走了 然后别人说他杀人 说他是那个雪脸杀手 说他杀人 然后他等于是冤枉的 然后进入了精神病院 然后进入精神病院之后 又遇见了一个有点 真的是精神病的一个小姑娘 那小姑娘我觉得长得还OK吧 然后俩人反正就好了 好之后 这女孩好像也被精神病 也是被外星人抓走了 对吧 就也消失了 然后最后 都是跟他之后 有了孩子之后被抓走了 对 好像说外星人是要研究他 实际上是要研究他的这个DNA 对 然后最后这俩媳妇都回来了 对吧 都回来了 都回来之后 他就那没办法 因为这个头一个走了 我以为你死了呢 我都为这个进监狱了 我最后找一个很正常 结果他们就 三个人在一起生活 很长一段时间 结果 对吧 结果他那个头一个媳妇 最后把那个小媳妇给宰了 对 我也不知道 而且是用大斧子给劈了 然后最后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黑人这个大媳妇 也进精神病院了 对 我那块我就看着特别突兀 这女人的嫉妒心吧 不是 我觉得他不是说简单的嫉妒心啊 就是他这个里边就是说 你被外星人抓走了之后 他好像是说 这个女的是怕这个外星人还找他们 你明白吗 他不是说嫉妒这个小媳妇 是他怕因为这个小媳妇 在外星人弄什么生孩子什么的 他怕外星人还找他们来 他认为外星人跟着他们 是因为这个女的 所以想把这女人 不是他 他还是被先带走 对反正就觉得他又不能杀他老公 他又觉得把这女的杀了 就能解决很多问题 实际上也是神志不清的一种表现 就最后进精神病了 我觉得他们可能 从被外星人带回来之后 都是被被改造了 对对对 关键后来就 而且他突出那么一个反人类 这么一个举动 我觉得就一定不正常了 对对 其实你看这里边每个人 都不是一个完全的 我们所理解的完全正常的人 对吧 相对的 你看正常一点的 正常一点的人 两个女主角 一个 一个实际上是原罪 她觉得自己杀过人 一个是这个同情恋这种 对吧 其实都是在当时来讲 同情恋也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所以你从这里边 可以看到很多 有深度的东西 你不会 真的不会说让你突然觉得很害怕 但是会让你看完之后 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就是人类到底怎么了 就这些人 对吧 这些人到底都都怎么了 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对我们活在这个世上 这些躯体是什么样 其实这在精神病院里还挺好体现的 因为他的神志已经不清了 还挺有意思 其实我觉得 这一步一直被评为最好的一步 这一步 说实话 我也是从这步入的坑 就第一步我开始看了 然后看了一段之后 看不太下去 因为他找的那个点 我可能不是太喜欢 鬼屋你不害怕 你就喜欢这个风神院 对啊 你明白吧 我们这个精神病院 大哥北楼精神病院 所以看有这种工作交流的感觉 还是不错的 第二季也是有一天 有点无聊 然后就看现在那个戏更新了 就随便看了一集 我还是从中间看的 我看了一集就 一下就被吸引住了 一下被吸引住 这可能真的是因为 精神病院这个题子 还是 我跟你说 现在有好多听众 还有一天到晚说 我想去你们院 我想去你们院 你们院 我跟你说 你看完这个 美国恐怖故事第二季 你不敢来 真的 不敢来 你可不敢来 真的 然后就是看起来之后 就开始重新往前倒了两集 我发现真的不错 然后就从头把第二集 看了一遍 然后所以我是建议 如果大家对美国文化感兴趣 或者对恐怖 对这种怪谈感兴趣 先看第二部 特别待见 其实咱们说的 其实远不如这部剧 你看过也 因为这个剧 跟咱以前聊的东西不太一样 咱们以前可以说 把一个故事 一个剧情 讲的 还原出来 给观众听到 大家知道怎么回事 觉得里面有很多 特别有意思 但这部剧 它的气氛 做的特别好 其实这部剧 好多都是这种点上边 就让你特别觉得 不是一个故事线 让你觉得多好 很多小点 包括演员的 那个演技 刚才不是一上来也都说了吗 都是美国的那些老艺术家 对 老艺术家 然后 对 咱们再介绍一下第四集 因为第四集 我个人其实特别喜欢 虽然说我觉得 它比第二季 稍微的弱一点 但是 也想弄个马戏团 太没有人权了 但是怎么说 我可能会 小时候对于新鲜的东西 会感兴趣 然后所以 会对这个也比较 其实你小时候 你要是看很多 什么类似于奥秘 什么这种 讲这种 奇怪故事的 包括走进科学 其实也都会讲到 很多这种畸形的这种事情 对吧 所以这个会 因为小时候有兴趣 所以就比较 比较爱看 这里边讲的大概 就是因为小时候 我们家也住后海那边 我印象中 小时候后海这边 会有一些演出 就是一样 类似于马戏团的那种 有那种帐篷 完了会有那种 人头蛇身的东西 那都是假的 那都是假的 是吧 但你小时候去后海 看过吗 我看过 类似的 但没看过 那个人头蛇身的 他一般就耍猴 耍狗熊 不是 他那个 我看到 因为我那会儿太小了 可能也都三四岁 好像是他们那个宣传话 宣传话都有 我没进去看 家里不给买票 没有钱 那会儿好像真是有 就是八十年代初期 那会儿 他中国这些 还都基本上是骗人的 基本上就是 就是真的 他不是畸形 人头蛇身都是假的 然后他有变魔术的方式 能一个盒子 箱子什么的 我偶尔见过一两个 他都是一种假的东西 这个畸形秀 是很可怕 我跟你讲 那咱们这种 这种也算马戏团文化吗 咋集团 算但是跟欧美的没法比 它其实也是从欧美这边 传过来的一种吧 后来好就没了 中国传统的是 类似于耍猴 对什么耍猴耍羊这些 就对于畸形秀 中国还真的 其实历史上 没有特别的大的兴趣 但是在欧美 就特别流行过一段 片头还是预告片 我记不清了 他又放过好多照片 他那个照片是真的 是吗 我突然我想了 就是以前那个 听伍伯顿 有一部电影 大鱼 它里边也是有这种 马戏团的这种机型 好像这种 个特高的 一双头人的那种 就是形象 好多是 电狼人 什么特别高的巨人 然后双头女 其实这些 我这么跟你讲 这种机型 肯定是因为 因为我刚才讲了 这里边很多的演员 就都是真的 就是有这种 天生的这种残疾 包括双头女 双头女在网上 如果大家查的话 其实能查到 就现在世界上 还确实活着一粒双头女 是吧 这是真事 真的 当然了 它这种双头机型 其实不会像 片里演的那个女的 那么漂亮 但是说真的 你去百度 就是能查到 就是真的 现在还活着一对双头女 就是这个连体鹰 然后它没 就是连体鹰连的 比较严重 然后心肺什么的 都用的是一套了 已经 就是只有脖子 分出两个脑袋来 然后一人控制一只手 这个是真的 我跟你 我跟你讲 那个我小时候 被机型吓着过 我特别小的时候 其实我 你怎么了 我看你都好像颤抖 我跟你讲 这个故事 我跟你讲这个故事 你是号称自己胆特大吗 我特小的时候 我应该是在 我确定的是 我在六年级之前 具体是四五年级 五年级记不清了 然后我当时是先听 我爸爸跟我的一个姑父 聊过这个话题 就是说 他说他们当时是在 这个公关村地方上班 哪 中关村 就是 就是 卫公村那一带 他们就是 也是早期的那个 弄潮儿 互联网弄潮儿 弄潮儿 那会儿叫IT 下海 也要给人打工 乐什么呀 然后呢 这个他们就聊到一个人 说有一个叫大脸 就是说他们那块会 经常见到一个人脸特别大 然后嘴跟鼻子是长歪了 什么的 然后特别吓人 然后他们就说 拿那个吃玉米什么的 都得搁在一个 就是不是搁在嘴这个位置 是感觉搁在一个什么位置 我当时没听懂 你明白吗 我说这什么情况 人怎么会长这样 但直到有一天 我真见到这么一个人 就是就是 我去那边找我爸 在卫公村 我真见到了 我不知道有没有北京的听众 在大概 九十年代中叶 在那一带活动过 这个人应该挺有名的 他实际上是什么呀 就是脸部畸形 然后长了一个巨大的肿瘤 把整个的脸的 所有的这个骨头 全都长碎了 然后这个脸就一直是要 就是从鼻子这块 就开始畸形 一直大了到肚气眼 这个长度 我这么老大了 对 然后他的嘴和鼻子 是因为被挤肌形了 是在就拉长了 这个脸的底部 你明白吗 就这个人的脸 彻底的从头部 一直拉长到 这个腰部的这个位置 这个脸有这么长 然后这个嘴是在下边 然后眼睛跟鼻子 都挤到 向另外一个方向去了 然后他吃东西的时候 他要拿手 等于是放在肚子 这个位置去吃 你这太大了 这个我确实见过 这么一粒 你真不老叫满鹅 大脸大脸的 这比马哥脸还大多 我确实见过 这迷离畸形 确实是挺恐怖的 确实是挺恐怖的 我真的当时吓疯了我了 好几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他这脸 那得小一米 半脸 其实这种疾病 其实有时候我们去上网 查一些这种罕见疾病 比如这种手长成树状的 什么的 你见过吗 长成蹲步似的 其实这些人都挺可怜的 其实我说 我见过一个这种脸 人正常人皮肤 都是相对光滑 挺多像你青春痘 那也至少是皮肤光滑了 我见过这人 脸就跟树皮一样 他长 不是 他长得是一种油 你知道吗 脸上接了好多嘎 特别厚的那种 手那种病是一样的 对 其实这个片里边 就挺有意思的是 他讲的是一群这种人 比如说那种小脑症 就是他大脑没发育 这整个脑子长不大 是一个特别小的 小脑 脑子上是尖的 然后这种人 其实 其实说的来挺有意思 走影科学 这些他都做过 就早前走影科学 还是可以看的 就是中国也有 然后被称为野人 就是哪哪哪 有野人的报道 后来他们就去调查了 最后查到了一个录像 那个录像里 真的有一个野人 这个野人 其实就是小脑症 后来被查过来了 他是谁家的一个孩子 他有这种天生残疾 被人的那个遗弃了 也没遗弃就跟家里养着 然后这个 但是呢 他不穿衣服 然后呢 就也不会说话 你明白吧 因为他大脑发育 是有问题的 然后村里人 就会认为他是魔鬼 就也不是叫魔鬼吧 中国叫妖怪 说什么 他妈被山里的猴给抓走了 然后强奸回来 给他把他绿帽 他就生着命 所以家里边 特别不带着他 什么等等这种 这是一例 其实你也看 中国其实在这方面 一旦穿一种畸形 都会认为是这种 这种妖魔鬼怪 还有一个就是这片里边 那个龙虾手 就是那个 也是快阴眼的 那个男的 他不是手 是从这个手掌 这个地方会分分吗 中国其实这个 也有叫 好像叫佛手症 就说这个是佛手 其实这个也是 说在农村有一个地儿 也是走进科学眼的 在农村有一个地儿 说经常会发现这种手印 然后感觉像野人的 这种手印 所以就当野人的报道 然后后来又调查 最后发现 有一家住在这个 山最里边的 他们家的孩子 是有这个病 这是一种天生的 基因的这个缺失 就是基因疾病 然后手会裂 就是从这个手掌 那块裂开 然后他 他这样 好像据说是 非洲还是哪有一个 有一个种族 都是这样 这样的话好爬树 他手脚好像说 都能长成这样 他好爬树 就是非洲 据说啥 这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中国 在剧里边 他这个龙虾手 他们是有家族基因的 他们还不是说了 咱家都是 他爸说的是吧 他爸说 咱家都是 就我这一代 没有长成那个 对 这个是一种基因 其实你说是疾病也好 还是说人种的 这种不一样也好吧 但是现在这类人 已经非常少了 然后这个片里 还演到了这种 就是长胡子的女的 那相对还好一点 其实相对会好一点 他应该是雄性激素 分辨可多了 也不是 因为我见过一个 那是国外的一个纪录片 讲的是这种 就是狼人的这么一个调查 就有真的人会长浑 就是女性会浑身长长毛 会长到什么程度 就跟咱们看那星球大战里边 那个毛怪似的 就真的会这样 其实他们也挺痛苦 我最近CSI里边 还有一集 就是最后调查调查调查 这个毛发 最后发现是一个 就开始以为犯罪嫌疑人 什么的 最后发现是一个女孩 藏在一个那个 就是他们家有一个夹层 他一直活在那个夹层里 因为他不想出现见人 因为他心里边挺 就是他肯定不接受 对吧 心剔着点 就那肯定 他那个是不行的 就是毛发 他那个 你明白吗 一个女孩 男的就是男的还OK 男的多毛 你挂点都显得体毛 多么女的 这那样其实挺 就是挺挺挺 挺伤害他的心灵的 这里边就还有那个女主 就是双头嘛 就是两个脑袋 这俩脑袋还挺有意思 这俩人性格还不一样 就这演技是真能看出来 因为这两个头 都是一个人演的嘛 这两个头性格不一样 一个活泼一点 一个沉稳一点 对吧 然后这个 这个这个 但是活泼这点 看着特别平衣紧人 但实际上 内心又相对 有些黑暗 然后这个 看着比较冷一点的 这个看着 虽然就是对人不好 但实际上内心呢 又又又比较 纯真一点这种 我想说 这里边有一个情节 其实上我觉得 也不能叫恐怖吧 就是让你会觉得 不舒服的地方 就是这 这个这个 这么一个小组织 他们一直是被人歧视嘛 然后他们 在一个城里边 城镇里边去演这个马戏嘛 然后他 有一天 然后这个龙虾手 这个帅哥 他等于戴着手套 就看不出来了嘛 他比较帅嘛 然后他经常去城里边玩 就带着他这些小伙伴们 一块去了一个餐馆 餐馆点餐 然后呢 他点完之后呢 就是一下进了这个 就半截身子的女的 要不然那个胳膊 是那个特别短的 那种那种畸形的男的 他好像是少留个小臂 是吧 对 他就只有一半就长手了 就是大臂 就直接长手似的这种 就是找着 这么一对畸形的人 不知道 可能吧 我觉得有点像 那个我还真不知道 就是这些畸形的人 进了一个普通人区的饭馆 然后很多人就 走 就走了 对吧 也有害怕他们的什么的 然后结果因为一点小的冲突 好像因为其中一个人 因为他们长期吃不好嘛 一个人就是去捡别人剩饭吃了 然后那个餐馆人就不让他吃 结果他们就觉得他们骑士 他们叫他们怪物 然后就里面打起来了 其实这点挺有意思的 就是常规来讲 我们应该明白 就是他们这些 身体上有残疾的人 我们应该是去 帮助他们 对对对 你说帮助他们也好 我觉得同情也不合适 我能想同情他们 就是说 对他们反正就帮助他们吧 应该是这种 给他们人权 因为他们也都是生命 其实咱俩坐这讲 我也能这么说 但真的 你面对这么一个人的时候 你真吃不下饭去 其实这个 你能明白 就这一幕挺触动我内心的 就我天天的说的 满口的仁义道德 讲人权 讲民主 可真的有一天 当你去面对的时候 你其实真的会恐惧 我记得我在麦当劳里 见过 我也不知道 我怎么老能见 这种人 我记得在麦当劳里 真见这么一个人 你的第一反应就是走 就是我见的是什么 是一个男的抱着一个 看似小孩的一个人 一个男的抱着 看似小孩的一个 但是那个脸转过来 是一个老太太的脸 这也是一种病 你明白吗 就是他的身体发育 是有问题的 就是他身体发育 有问题的 其实我真的觉得 我们在这儿呼吁 说应该对他们 报以给予他们人权 什么的 但实际我们内心深处 对他们又真的 抱一种恐惧的心理 因为你会觉得 他不是我的种群 其实这一季里边 特别矛盾的地方 反正我在看这个片 一直在矛盾这个点 我觉得片里的人做的不对 他们要轰他们走 他们管他们叫怪物 可是再想想 我们是不是能做的更好 电视剧里边 他所挖掘的 这个深的这个层次 其实挺深的就在这儿 他不是在去探讨 我们是不是要对这些人 去给人权 去帮助他们 而是去挑战 人真的内心深处 你说的再好 其实你见到他们的时候 也会恐惧这种 更内更深一层的这种话题 这个片里边 其实经常会 一些点点滴滴流露 他不是一个故事 给你一个结论 然后通过这个故事 咱们能在这复述的 就是这些点点滴的点 你就会不停的挑战自己 你是不是没有你说的那么好 对 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尤其机型秀这一集 因为这个 这真的这里边的 这些特型演员 咱们没法去形容 还是得去看 你只有看了 你只有看了这部戏之后 你才能真正体会到 就是刚才 剧院长说的这些事 这个你不看 就是不太好理解这件事 看了其实还挺那什么 这集那么作戒 难度挺大的 中国没有一个词 能形容这种恐怖 它真的跟 它不是说泼血 然后乱叫 这个心理学的要素 去挑战人内心深处 最底线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是这样 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些意思 就这一套 其实有时跟这个 激情领类似 就是那个 无连女护士 它是好的 是不好的 就是它是美的 是不美的 它是你喜欢的 还是你憎恨的 你无法去 有一个条 就是你当这个事物出现的时候 你没有一条线 去来评判了 对吧 就是包括精秀呢 也是 你到底是一个 认为人权是对的 还是不对的 你自己都会产生矛盾 它全是用这种方法 包括 对 包括到第五季吧 就Lady Gaga那一季 里边有那个 很多那种 一桩屁的出现 其实会让你 有一种不舒服感 它不是说 它如果说打妖鬼 其实你不会那么不舒服 你那个叫害怕 对吧 你那个叫害怕 就一打妖鬼出来追你了 他像一个朋友一样 那个人还是个 我觉得那个人物不坏 对吧 那个就是 是一个 是他们那个饭店的一个管理员 他一直有一桩屁的情节 然后 但是到了这个旅馆之后 被这个旅馆的老板娘给激发了 让他去勇于的去展示自己 然后从那之后就留在了这个旅馆里边做这个服务员 然后他就一直是以异装的身份出现 而且他对于很多人都是很友善的 如果他是一个坏人 其实这种恐惧 就这种内心的矛盾你就没有了 你就会直接给他一个偏见就行了 对吧 这一桩屁就死gay什么的 你可以去这么骂他 对吧 当然我不是说骑士同情恋 就是说人的这种心理的反应 但是他又是一个 你在片里觉得他非常的善良 他非常的可爱 但同时又这种形象出现 其实是让你内心去产生矛盾 对一个事物的认知出现了这种 无法去聚焦的这种情况 所以整个 我觉得这部片子里边的大部分的恐惧来源是这个地方 其实包括现在我看那个十万个冷笑话里边 那你不舒服吧 我也不舒服 真是不舒服 一开始还觉得挺搞笑 但是你就不舒服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人本身进化过程中的一种本性的东西 我们到了一个社会层面来讲 说这种非我族群的 我就去仇恨他 这个东西是明显是不对的 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是人了 是一个社会族群 对吧 是有这种社会有道德有这些东西存在的 但是你要退到DNA上来讲 其实人本性的略根性里边是存在一个 就是对非我族群人的这种恐惧 因为这样的话才能更有助于 你在原始的那个进化过程当中 你去这个进化 对吧 你看 是不是也是跟那个繁衍有关 看一个大豹子 你知道你得跑 对吧 你就必须你要去恐惧他 就即使说以前其实这些古猿什么 他们也可能会食人什么的 非你族群的人你必须要去警惕他 这个是进化过来的 但是现在我们就到了一个更高一个层次 我们有文化了 有社会了 有道德了 这个时候我们又要去去除掉这个人 本身基因里的这个 你说不好也好 说这种裂根性的东西也好 我们要去去除的这个 就会产生这么一个矛盾 你知道吗 包括这个三年之痛 七年之痒也是跟这个有关系的 两个人如果搞得像一般第三年的时候 会出现特别不好的情况 如果你能挺过去的话 你就可以继续的延续一下你的感情 如果你在第三年经常会扛不过去 很多情况是这样 为什么 就是这有什么 就是七年的时候 两人结婚七年的时候 就作为七年之痒 总会容易出现外遇 实际上它是三年半 七年是一个倍数关系 原因是 就我这也不是我 不是我发明的 我也是听科学家 后来自己也了解了一下 大概是指人类这种哺乳动物 人类这种哺乳动物 它生的孩子 你看那马生起来就能站 人是生起来你要去抚养的 而且这个抚养 是比较复杂的一个抚养 对吧 所以如果是一个人抚养 他这个人就不能去 不能去打猎 就不能去寻找食物 所以他必须得在 能抚养这个孩子的时候 同时得有另一个人 能去找食物 所以他会固定这么一个关系 明白吗 固定这么一个关系 而这个孩子一般 你怀孕开始 怀孕一年 生孩子一年 就是怀孕一年 孩子大概两岁的时候 就可以一个人带孩子 然后同时去打猎 你明白吧 所以正好是大概三年多的时间 这个男性就可以离开女性 然后如果这个这类人 就是说正好三年就想去再 再找别的女性 他的这个繁衍率不就大吗 这是咱们从这个 那你现在还一个人打猎吗 告诉你 你现在是还想一个人打猎 还是说我想自己再寻觅 再寻觅 这个其实这不一定是针 哪里不一定针 你说一遍 我想起来了 就是有这种说法 确实很多东西都是从基因来的 他其实就是为了 还是说我想再继续 因为他人这个种族 他前一直要继续繁衍 对继续繁衍 而且要多样性 要多样化 这个叫继续繁衍 要多样化 然后其实恐怖的东西 很多时候联系到根上 是跟基因有关 是跟进化有关的 在一个种群里边 这个不落不同会更好 明白吗 你的多样性更强 因为你在同一个部落里边 你会更容易出现这种 紧亲 我觉得这东西就说太远了 就还有一种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 说紧亲结婚 不光会生傻的 还会生聪明人的 说紧亲结婚 是欧洲一直是流行 紧亲结婚的 因为他们要保持 他们的皇室的种群性 就贾宝玉跟薛宝柴 不是姑表亲吗 他们这样的话 不光是亲上加亲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 血统的纯正性问题 猫狗现在好多人养宠物 好多折尔猫 它其实都是残疾 对 折尔猫都是那个 呼吁 不要这样的折尔猫 对 折尔猫的那个 就是据说你一抱它 它会疼 因为它身上的骨头都是软的 那都是残疾猫 这畸形秀 但是大家都喜欢养这玩意儿 对 其实纯种的什么狗 说这个狗特纯 它越纯 那些那些那么狗犯子 它才不是说 真挑两只族群离得比较远的狗 配一项 它他妈都是那个 就是同伴的 就是他妈恨不得 跟你上伴的那种 就是这种 特别不好 那有的时候会容易产生畸形 或者智力缺陷 但实际另外一半的几率会产生 就是血统更纯 智力更好的 所以还有一种说法 欧洲实现民主 第一件事 就是打破了这个通婚问题 就是原先的皇室 是不能跟这个 王室是不能跟平民通婚的 就是不光是王室 就是贵族 实际上说要想民主 第一件事 打破这个种族 就是这个血缘之上 上边的这个屏障 所以后来就一直在全世界宣传 近亲结婚 会导致智力有缺陷的 这是一种阴谋论的说法 我不能确定 但这种说法 其实也并不是全无道理 多恐怖啊 讨论到这个 这个人类延续的问题了 就是本来我们想做 其实恐怖一点的节目 但是好像也没有太恐怖起来 还好吧 其实推荐了一个部好片吧 这一个真的好好 反正推荐大家看看 挺有意思 对 他的名字 虽然咱们好多的字幕组翻译过来 都叫美国恐怖故事 你不用拿他当一个恐怖故事 看 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 对 你那个 清风节要去日本 是吧 对啊 去采风去 是吧 对 看看樱花吧 看看樱花 期待你从日本 给我们带来一些好玩意儿 小故事吗 好 没问题 好 等到这儿 拜拜